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见过 蓝一点的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这是2014年 整整一年的北京 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 污染天数175天 这是一个PM225的采样仪 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 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背着这个仪器 24小时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 对吗 24小时之后 它是这样的 它有多少呢 305.91微克每立方米 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 对吗 我们只能比较它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个是美国的 这是欧洲 这个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当天 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 几乎是中国标准值的5倍 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 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 我很想知道 那个采样膜的里面 到底是什么物质 我就请北大 邱新华博士 给我做了一个测试 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当中有15种致癌物 其中世界上最强的 致癌物本病A比 它是国家标准值的 多少倍呢 14倍 所以我就去找了北大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实验室 我说 我能不能当一个志愿者 你把我放在一个 高浓度的一个实验舱里面 测试一下我的身体反应 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犹豫了一下 对我说 不好意思 这个实验没法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实验 都需要一个伦理安全值 这个安全值要保证 受试者不能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如果我设定这个值的话 外面大气 比里面实验舱的空气 浓度还要高 换一句话说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一个 终生暴露的实验舱里 这个复杂的图表显示的是 当PM2.5的值升高的时候 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 这个趋势的测算 很多科研机构都做过 我看到中国的前卫生部部长 陈竹的测算结果是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 过早死亡的人数是 50万人 这一年每天醒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看一下手机上的 空气质量指数 用它来安排我一天的生活 我就靠盼着一点 西北风过日子 我带着口罩逛街 我带着口罩购物 我带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 我用胶条 把我们家的门窗 每个缝都给它沾上 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 他冲我笑 我都会感到害怕 这是我们家楼下 前两天 雾霾严重的时候我拍的 当天AQI已经超过了500爆表 严重污染 可是我楼下这个小学 孩子们还在 打球 跑步 玩耍 经济发展给中国人 带来寿命的增长 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 但是空气污染的风险 得到凸显 过去30年内 我国的肺炎死亡率 上升了465% 虽然吸烟和老龄化 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 但锡颗粒物 明确的致癌风险 越来越得到重视 2012年 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随着收入增加 信息透明 人们对环境的期待 人们对环境的风险